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盖子 配饮的辅料有胡萝卜 西芹 葱段 姜片 调料有味精 精盐 胡椒粉 还需要湿淀粉 芝麻油 绍酒 芡汤 白糖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做法 将螺头肉 片成片 洗净 然后把它们放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水 大火烧热以后 加入盐 味精 再放入切好的西芹 再加入油 西芹 焯水 焯透以后 捞出 沥浸水 装入容器中 炒锅继续加热 下入鲜袋子 螺片 再加入绿酒 焯水 再加入绿酒 焯水 焯透以后 捞出 沥浸水 炒锅上火 放入油 用大火烧热 然后放入焯好水的螺肉和鲜袋子泡油 泡油后 迅速地倒出沥油 炒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再放入葱 姜 胡萝卜片 西芹 再倒入泡油后的螺肉和鲜袋子 烹入绍酒 放入上汤 再加入嵌水 湿淀粉 胡椒粉 芝麻油 翻炒均匀 最后淋上鲜油 装入点缀好的盘中 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螺肉焯水时 时间不宜过长 否则 螺肉会炙老 好 这道玉袋彩螺衣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 色彩艳丽 咸鲜香 适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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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